字幕 李宗盛 攬炒派手足口港齊上齊落 實在理你都傻 因為拒絕宣誓被DQ的前深水埗區議員李文浩 在社交網站發文透露 已經離開香港到應該死賊不是流亡 而是心思熟女後的決定 他說早前發覺跟蹤他的人比平時多 知道如果再不走就可能會太遲 喂 是不是你自己虧心事做太多 經常疑神疑鬼 不要每次都玩這些避害妄想 說起李文浩 黑歷史簡直多羅羅 在辦事處門口貼藍絲與狗不得內進告示 引起公憤 又說國際間中國人三個字的聲譽 等同過街老鼠 擺明辱華 水徑總區旅高級督柴臨院 而執近的時候不幸信職 李文浩竟然超冷血地撲出來抽水 還好囂張口出狂言搏拉 是不是口臭壞事做得多 怕被人拉 終於頂不住走甲午頭 成世人終於做了唯一對香港有貢獻的決定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回來 曾經黃絲很大聲吠 齊上齊落 核爆都不會割隻 轉頭就乾弟走得摩 對坐牢的手足是用完即棄的套套 去英國對呀 他們不夠貨車司機 何時中籌呀 嘍嘍嘍 這位網民就聰明了 一班已經著草海外的攬炒牌 每個都是套用同一個走路方程式 首先是疑神疑鬼說被人跟蹤 然後逼不得已離港去外國 跟著就說要在海外繼續發聲 過多一會就賣慘眾籌求包養 大家要睜大眼看真點 李文浩今次是否都是跟蹤幫程式呢 行了 這對白不要那麼厲害 麻煩你